被分出去追击多夺的齐江 名叫梁振 他祖上是蒙古人 后来做了朝鲜人 如今又变成汉人 他的祖先 是原梁王巴扎拉瓦尔密 洪武15年 原梁王的家属被流放冀州岛 洪武21年 25年 又把其余蒙古王宫流放过去 蒙古势力在冀州岛愈发强大 朝鲜国王害怕出事 就把一些迁到朝鲜本土 并且赐予土地让他们繁衍 随后越迁越多 尽量不让蒙古人在岛上扎堆 梁振这一支 世代为冀州岛的羊马官 虽然不会说汉话 却一直认识汉字 还保留着自家的族谱 大同军占领冀州岛之后 梁振的父亲主动投靠 帮着饲养管理战马 梁振因为精通骑射技艺 被征募为大同龙骑兵 像他这样的冀州岛士兵 目前在大同军中已有三十多人 梁振属于升职最快的那个 沿途遇到溃兵 五百龙骑兵不予理会 认准了多夺的方向追击 多夺虽然骑着一匹宝马 但全副甲骤在身 还挂着三代箭矢 哪里跑得过青庄前进的龙骑兵 你们去挡住追兵 多夺命令跟他一起逃的亲兵 这些都是精锐红巴雅喇兵 巴雅喇兵们明知是死 依旧勒马掉头 试图以缠斗来阻挡追击之敌 梁振挥刀作出指示 命令一百骑兵 去围杀这十多人 自己则待剩下四百人 绕过去继续追多夺 多夺回头一看 吓得连忙加速 并抽刀去割绳子 把装重剑 少剑的剑囊丢弃 然后把头盔也摘下扔掉 他还是觉得慢了 慌慌张张结甲 奔驰好半天 终于把棉甲也脱了 但锁字甲暂时脱不掉 眼见摆脱不掉追兵 前方还有一条小河挡道 多夺不敢在顺河逃往四水 拉着江绳奔向北边的一蒙山 不就是溃逃钻山沟吗 多夺有经验 梁振却越追越急躁 他的坐骑不给力 多夺却骑一匹宝马 要不是有河流挡道 估计真就给对方逃走了 一直追到傍晚 双方都钻进一蒙山 顺着山沟继续飞奔 天色渐黑 月色也不明亮 很难看青山中道路 龙骑兵陆续有几人坠马 多夺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火摸黑侧马 忽然间马失前蹄 被狠狠地甩出去 崴脚了 多夺被摔得七荤八素 脚踝的疼痛让他清醒许多 当即人痛往山坡上爬 又过一阵 大同龙骑兵追来 借着月色勉强看到坐骑 达字气马了 梁振下马弯腰查看 可光线太暗 根本看不清脚印 幸好龙骑兵身上都有火折子 到附近弄来枯枝败叶 再用预备的火绳绑起来 制作成非常简易的火把 贴地细寻 很快发现情况 特别是山坡 多夺攀爬的时候 沿途留下大量痕迹 梁振下令道 留十人看管站马 其他人都跟我砌马去追 简易火把不给力 食人食灭 爬上小山梁之后 有些多夺逃跑的痕迹变浅 追击速度也跟着慢了许多 事实上 多夺已经完全失去方向感 只知道顺着山梁跑 脚踝崴了 一拳一拐 刀鞘被他取下来当拐杖 嫌跑得太慢 锁字夹也脱了扔掉 稀里糊涂之间 一脚踩滑 多夺从山梁上滚下去 全身被树枝 石块刮伤多处 腰部还被突石给顶了一下 多夺只觉全身疼痛 踉呛爬起 继续漫无方向的逃跑 逃了大半夜 多夺终于撑不住 又感觉追兵已被甩掉 便躺下来喘气恢复体力 不知不觉 就睡着了 一日醒来 天色已亮 也不知是什么时辰 多夺抬头望天 想通过太阳辨别方向 结果竟然是一个阴天 不仅是阴天 看那漫天乌云 恐怕还要下雨 今年的山东 除了靠近河南的州县 其余地方也缓过来了 终于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大汗 轰隆隆 一阵闷雷响起 多夺不忧反省 只要下雨 就能冲掉他一路痕迹 这次绝对能够逃出升天 天助我也 就是 不知往哪个方向逃 这一蒙山他不怎么熟啊 而且 多夺饿了 脚踝处的疼痛 已好了大半 多夺茫然间又翻过一道山凉 天空依旧阴沉 但就是不下雨 中午时分 他实在饿得慌 又寻不见人烟 只能拔些草根生嚼 梁震跟多夺一样迷路了 而且追丢了痕迹 他把士兵分成几队 互相离得不远 用号角声来传消息 忽然 前方冒起阵阵吹烟 梁震立即带兵过去 那座山峰挺高的 离得近了能看到破烂民居 土匪窝 一蒙山里 这样的土匪还不少 大大大 大王 官兵杀来了 一个小喽啰惊慌奔回山寨 大当家匪号马王爷 又叫三只眼 因为额头有道刀疤 大当家问道 来了多少 怕有好几百 小喽啰回答 二当家笑道 几百不怕 且去埋伏一番 莫及 军师摇着雨扇说 而金山东正在打仗 谁也没空来搅咱们 山下支兵定然另有目的 且派几个人 去询问对方来历 咱做土匪也要先礼后兵 师爷名叫洪索旺 原为费献同生 一场蝗灾 全家挨饿 母亲也患病了 他自己进山给母亲采药 遇到土匪抢劫 洪索旺脱下全身衣服 说实在是没钱 指这身如山还指几个铜板 请求土匪绕他一命 带着草药回去救治母亲 土匪头子赶其笑道 非但不抢衣服 还把他给送回家 结果 劳母已经病死 妻儿也饿得不能走路 他索性带着家人进山做了土匪 又过一阵 小喽啰飞奔回来 那些兵是什么大同军 说有个达字王爷 被杀得逃进山中 还让咱们帮着找人 若是找着了 以往罪行都不追究 还能下山分田做良民 达字王爷 洪索旺连忙站起 问道 大同军真的杀败了达字 还追着一个达字王爷进山 小喽啰点头说 是这么讲的 洪索旺大喜道 大当家 咱立功发财的机会来了 土匪当然知道山东情形 八旗军正在跟大同军打仗 谁打赢了就多半能得天下 大当家笑着说 既然大同军赢了 南京的赵皇帝就是真龙天子 寨子里的人 全部出去 找那什么达字王爷 山寨里有男女老少好几百 而且熟悉地形 当即带着大同军四处搜查 又是新的一天 多多被饿的脑袋发晕 他现在不盼着下雨 只盼着赶紧出太阳 好辨认该往哪个方向走 山沟连山沟 山梁连山梁 四面八方全是山 昨天好不容易遇到一户山民 他杀了山民全家之后 竟只找到一点点吃的 而且没有油水 越吃越饿 只能猛灌凉水饱腹 再这样下去 他非得饿死不可 啊 多夺一声惨叫 自觉脚踝剧痛 埋头一看 却是个捕兽家 铁齿家的他鲜血长流 数里之外 猎户杨富正趴在地上 认真辨别草丛里的痕迹 忽然他听到一阵声音 这几百里大山 真躲着一个人 怎么找得到哦 找不到也得找 那可是达子王爷 要是被老子逮到 先打一顿再说 早几年 达子可把山东祸害得不轻 这边有家猎户姓杨 让他也帮忙找找 听到这里 杨富提着土工出来 问道 你们找谁 杨兄弟 一个土匪认识他 顿时笑道 有个达子王爷 逃来了山里 你追猎物厉害 快点帮忙找找 杨富语气冰冷道 好 我帮你们找 跟着我走 不要作声 他昨天猎到一只兔子 兴高采猎回家 却发现一地尸体 年迈的老母 残疾的老父 瘦削的妻子 还有刚学会走路的儿子 全部倒在雪坡之中 杨富已经追了一夜 带着土匪们 寻着细微痕迹前进 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杨富发现被扔在林中的捕兽家 前方的痕迹 越来越明显 众人继续搜寻 又走出树里地 林中猛地射出一箭 啊!一个土匪惨叫倒地 胸前插着枝满青刺剑 杨富翻身躲在树后 其余土匪也惊慌藏起 还有土匪大喊 达字王爷在这 达字王爷在这 距离太远 肯定喊不应 有靠后的土匪悄悄往后爬 爬远了立即起身奔跑报信 达字王爷在这 达字王爷在这 那土匪边跑边喊 其喊声越来越远 多多不敢停留 瘸着腿起身逃跑 杨富跟山中狸猫一样窜出 狂奔几步之后 见多多转身 杨富立即躲到一棵树后 啊!又有土匪重箭 其余土匪不敢再追 多多继续逃命 杨富独身追上去 杨富手里的猎弓 属于自制土弓 弓身和箭矢都不过关 射成威力远远小于多多的弓箭 他的箭头 甚至是猎物骨头魔智的 两人一追一逃 搞得多多心烦 转身又是一箭射出 杨富此时就像在捕猎 多多身形一动 转身只转到一半 他就立即寻找障碍物躲避 终于 距离越来越近 杨富开始射箭还击 那些土匪也小心翼翼跟上来 趁着土匪们发出声响 多多的注意力被转移 杨富立即暗中移动位置 他从小跟着父亲在附近山林打猎 一草一木兜了若指掌 就仿佛是在自己家里 无声无息绕向侧方 躲在树后朝着多多放箭 羞 一箭命中多多手臂 但入肉不身 这把土弓 不但威力很小 准头也不怎么够 多多拔掉古智箭矢 想要举弓还击 却发现失去杨富的踪迹 他已经进了猎人的猎场 羞 又是一箭 多多下意识躲避 但胸口还是中箭了 而且钉到肋骨 一用力就阵阵生腾 多多勉强弯弓搭箭 却找不到敌人的影子 羞 再发一箭 这次射中肩膀 多多后悔脱了锁子甲 否则区区古箭 哪能把自己射成这样 他成了活靶子 多多洋装倒地不起 一只手按住刀柄 引诱敌人近身 杨富还有两只箭 缓缓从树后走出 距离只剩几步 他忽然停止 对准多多的咽喉又是一箭 多多在他拉弓时 就吓得连忙翻滚 一箭射歪 杨富立即后退 重新跑去藏起来 多多浑身是伤 摇摇晃晃站起 拔刀大吼道 是勇士就站出来 针刀针枪打一场 咻 回答他的 是最后一箭 这箭命中脖子 但没伤到大动脉 似乎把气管给割破了 多多顿时胸闷气短 气刀捂住创口 胸口拉风箱一样 努力呼吸 杨富缓缓走去 踢开多多的腰刀 又踢开多多的弓箭 弯腰去拔多多身上的骨箭 啊 多多吃痛喊道 杀我 给个痛快 我没法吸气了 杨富一言不发 将拔出的骨箭 重新射到多多身上 最后 他捡起多多的大弓 捡起只剩几只刺剑的剑囊 一边说话 一边拉弓 我家里的老父亲 摔下山崖已经瘫痪三年 还有我那老母亲 一辈子没下过山 还有我那妻儿 跟着我受苦 从没想过什么福 你要抢吃的便抢 杀他们作甚 休 一箭射中大腿 休 一箭射中手臂 一箭又一箭射出 故意不射致命部位 把满轻刺剑射完 杨富又弯腰捡起 被多多拔掉的骨箭 全部重新射回多多身上 剑射完了 杨富问道 痛不痛 多多呼吸困难 无法说话 只是双眼圆瞪 杨富又将几只剑尸拔出 逐一给多多射回去 再问 痛不痛 多多双手垂下 当梁阵带兵赶来时 多多已经变成刺猬 也不晓得是流血流死的 还是没法呼吸窒息而死 见梁阵四十军官 杨富面无表情道 人是我杀的 我不要甚赏赐 我全家都没了 想要跟你们一起杀鸭子 梁阵在看一眼 多多的惨状 不由吞咽口水 用别搅的汉话说 我就是带兵的 招兵不归我管 你 你立下大功 我给你抱上去便是 今天两更